现在很多人喜欢吃干锅菜 干锅排骨特别受欢迎 排骨外交里人是这道菜最大的特点 年大 博之初 我就是和夫 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我来吃一个干锅排骨 把排骨切成三厘米左右 拖拖 开始麻味 盐巴 料酒 葱姜 再点酱油 胡椒粉 再点十三香 少来点淀粉 锁住水分哈 右手抓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 倒入不要浅的塞满油 油温七层的我们下入刚刚满好胃的排骨 炸个二三十五分钟 油温升高 烧至八层的 再次下入排骨 这道就要炸个外酥理论 这个过程只需要一分钟 还要捞起 金铲铲的 炸成这个就差不多了 外酥的嫩 将入这个炸排骨的油 我们炸这个狼牙土豆 土豆炸泡就可以了 再将青红椒拿下油 四秒钟迅速地捞起 锅流底油下入花椒 干辣椒 来 彤彤彤 姜蒜可可 炒香 豆瓣酱 香奶酱一瓢 炒香炒出红油 炸香 一炸 进入点料酒 下入排骨 再下入土豆 下入青红椒 调味 放入鸡筋、变糖、味筋 来个生抽、胡椒粉、淘芸 来点孜然 最后下入洋葱、大葱、青菜姐姐 最后来点辣鲜萝 出锅 甜菩萨 好把手 撒上香菜一道干锅排骨 送给大家 开饭